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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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底看天空 一切都不同 曾经的那颗我 小树有我从 不再相信 谁能把谁救出 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 就算这世界 破裂成一片黑暗 我们在黑暗中放弹 其实和光 也很白分手的那片旺遥 我看见了 无比奇迹的方向 每天枕头有一抹金黄 就算我时光 光芒万丈一个人 能怎样 葡萄刀火也只是为了 你祈祷 这一切最初的模样 接下来 如果我时光 狂风野草般的风色张扬 分身碎骨 只要你还在我身旁 一切就是最初的模样 我 没想到镇压店还在 我知道店本来就不多 也是 当时你就没有带我去吃过 几家项目的 便宜你了 记得挺清楚 这是什么 大使年表 你不是没时间吗 多去写的 你写的大使年表太普通了 都是写所有人 都能查到了历史时间 但这种游戏得有猎奇感 需要更多细节 我整理了几本电子书 还有论带上的帖子 包括一些野史画边 野史 那我最喜欢看 我是用来给你学习的 不是用来给你八卦的 你平时也不怎么玩游戏吧 我上次玩游戏的时候 我还是 你告诉我你上次打游戏 晚上是过河死 游戏 三次机会 没死我就去早期 我还找了几个 类似无敌武将的游戏 按照猫斗在鱼盘里 明天是周末 你别去公司加班了 花时间好好玩吧 找找感觉 脑袋一热就出头了 也不看看自己 有多大能力 你说两句好话会死啊 所以你准备好 跟高洁恒开战了 你准备好 无敌武将是我们第一颗子弹 尚点心 知道了 老板 来一个二锅头 等会儿 你要喝酒 对啊 庆祝一下 对 等会儿 酒别上 为什么啊 你管这么多啊 谁让你喝酒的 要你管 就别上了 钱我不会付的 拍不给我给 上吧 这 二位 我 到底听谁啊 听我的呀 我是组长 上吧 老板 谢谢啊 庆祝一下怎么办 在这儿呢 伤心 就好 第一次拼命 正好 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只不过是从说中文变成说英文 菜难吃了一点 谁啊 没人 再拿个土荒 荒 我觉得主要的话我可以在这 我觉得这个底色有点就是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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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啊 早 给 谢谢 画呢 已经帮你存好了 谢谢 这个只是初稿 你们拿去看看这个创意可不可以用 还有很多细节我都没有做了 好 谢谢 这个是新的牙刷还有毛巾 你拿去洗漱 我做完早餐等你吃完之后 我送你去上班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 走吧 没事粿 挨着和我慢着 一会儿 Muh success 喝了 什么东西 艺莺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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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出来了 没关系 我找人画了 找谁了 咱们开个会 就是这张了 这是你啊 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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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 弄错 弄错 太厉害了 这幅画 这幅画营造的是一种 就是视觉效果 不是普通第一人称的那种视角 组长 这个老师是谁啊 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我一定好好地跟他请教请教 大伙 你先跟我说这话 你花了多钱 这会儿不要钱 啊 那你赶紧把他招进来呀 等什么呢 对 你把他招进来 我美术总监的位置 就让给他了 你们倒是挺感想的 这画是田秀竹先生帮忙画的 田老师 不是 这个字幕真是能把你看进来 东西 我 erlebt 我走了 上啊 上 玩得还不错 这一刷 你看 你看 这一步争走后腾去 太棒了 好好好 这不是创造历史了吗 这不是创造历史 现在十一点就第三了 一定可以重新下载宝东西 一定的 一定的 注册用户上升了 四万多次 马上五万了 马上五万了 而且你看口碑还非常好 现在八点九 这不是眼看就要破酒了吧 你看这条评论 婉嘉说 这是我玩过 历史最严谨的游戏 冲钱了 有人出去了 咱公司成立 冲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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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容易了 冲钱了 十块 十块要干啥的 麻烂炭都吃不饱 那也算是第一笔收入是吧 不管了 这仓在小姐吃肉嘛 对不对 对 谁也不想吃肉 我 我来讲半句 阿翔 干得好 好 好 最大的功诊啊 是咱们女强人 说两句 对 说 讲两句 我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讲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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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感谢赵藤小剑 通宵改代的玩花海报 以后你们的身发洗发水 我都包了 行 好 你这孩子谁给你招进公司 还要感谢张放 每天给我们买包子 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臭公神啊 这个 好 还有呢 李萱 辛苦了 应该的 就这儿 不是 你俩天天加班的时候 腻地弯弯弯的 到现在怎么了 这时候怂啊 来呀 该怎么办呢 就是的 你们俩不是老是投票 二比一吗 来呀 来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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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不是 来吧 我来个实惠的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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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毕竟公司有了第一笔收入 对不对 咱们必须把它消费了 绝对 喝场大酒 喝 你来安排 一定要安排好 去吧 我安排呗 还在场 对对对对 把我那诬陷生命 诬陷生命给我调整 你怎么办 我来到这边 我来到这边 就像这么多了 在这边 我来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腰 腰 腰 没事吧 疼 哪 哪疼 这儿 腰 这儿 别碰 不碰 那我们搬起来 来 走走走 来 别动 慢点 早上吃啥了 吃了包子 给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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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来 睡不动 待会儿出去 谢谢 快点起啊 你也行吗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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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 帮我 你别 昨晚你们俩在公司睡了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呢 昨天是特殊情况 我不得不留下 那就是在公司睡的 睡啥呀 就过了个夜 公司睡的 蛮想在公司睡 再睡吧 你也不说句话了 你也不说句话了 他们说得没错呀 的确是在公司睡的 现在们都是咱们 我还没 Donald 我还没奥 你这么多 我还没奥 我还没见到现在 来 毒肉来了 迟到了啊 无论规定 八块零百 我 中午请大家吃饭 我 我这 我不至于 闭嘴 我项目一件事 李居 你说 说一声 今天公司新开一个项目 叫恋爱盲盒 这个项目今天正式启动 我来负责 我看你这个策判啊 我就提一条意见 我看你这个策判啊 你打圣旨了 你给我担面打 这边不要钱啊 那我们董酒挣点钱 我们一把车都卖了 你闭嘴吧 老死了你 老死了你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目的 有一点时间了 你这策判 做得倒是真心不错啊 就像他们这些小白 也都马上能看得懂 完美的工作流程图啊 咱们公司还有钱 做新游戏吗 这董董卖撤了点几十万 也不够啊 这个游戏 李勋出得钱 现在李勋 是咱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但是你们几个 还是归我领导的 哪呢 徐呢 来 李勋 说两句 直接看图文解释吧 你看 这放大了就有点意思了 原来上次去咖啡厅 释采风去了 这种游戏是市场上的 恋爱 角色扮演 或者是养成类的游戏 但是 以往的 通常都是偏向女性市场 像这种 照顾到我们这种 孤寡群体的 还挺少的 我觉得这利益不错啊 这利益哪里不错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题目在策号案第一 我当然知道在第一眼 我问你内容呢 这看着确实像一个 普通恋爱游戏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题目 盲盒 知道丝金大香吗 我知道十三有 英雄卡总听说过吧 上去灭 最近几个月 在二手交易中 直线上升的一款物品 就叫盲盒 很多人宁愿花钱 买他们有可能不喜欢的手办 也要赌一次 有可能拿到隐形爆款的机会 这个 就是盲盒的心理基础 起床了 这才几点 几点 都十点多了 因为这好不容易 周末就不能让我睡个懒觉 睡什么懒觉呀 中午家里还招待客人呢 怎么不出去吃啊 你在外面的饭还没吃够啊 快起来 有没有叫修竹啊 没有 怎么不叫人家呢 这咱们自己家的人吃饭 叫他干吗呀 他什么身份 你这个人 你出国的时候 人家那么照顾你 现在他一个人在国内 我们当然也要照顾他了 那也不用叫到家里来 那要过年了 总归要一起吃顿饭吧 我还欠他一顿老鸭汤呢 我就知道你没叫 所以我叫了 你一会儿孩子都大了 好久没见了 您 您是四叔 对 四婶 您是 二 二舅妈 你看啊 我们中国人哪 还是最注重亲情 这一大家子坐在一块儿吃个饭 和和美美的 多好呀 对 妈 你说这个干吗 跟人家什么关系啊 坐一块儿就是一家人嘛 万一认错了 将来要闹笑话的 这什么时候就成一家人了 对呀 这当然是一家人了 那修竹从小 我们也没把他当外人呢 对吧 来来来 来来来 来一个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修竹 我听说你明年 要在法国办画展了 带上月月一起去吧 我已经邀请她了 怎么 那你同意了吗 一块儿去吗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这孩子 害羞啊 喂 喂 竹岳 你在哪儿呢 出大事了吗 你别慌 张芳 你把事情说清楚 咱们项目无敌无将 后台被人黑了 喂 现在什么情况 武将那边 放心吧 你回家就好好待着 我来处理 喂 都把这工作ク服务 你来 不要 distintos 都不能做 还说没问题 你都打算住公司了 都打算住了 是吗 这是纳斯达特命令 你们看得懂 我只知道纳斯达特 是在内核中访问网络 及相关信息的程序 能提供TCP和UDP监听 进程内存管理的相关报告 这不只是皮毛了 你想追踪公记者 我能历见你的害怕 我那天光是看着我都腿打颤 歌后和你真的被推了下去 他们这件事情是做得太过分了 就算你真的回了我们的游戏 那不过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那那是你做的游戏 那不光是我做的游戏 是这个公司所有人的心血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 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你以为 入侵了我们这么一家小的公司 就算被抓了 也不会怎么样 但就算是再小的公司 也是别人的心血 你不要小瞧别人 李勋和我说过你的事情 你愿意和我去个地方吗 你愿意和我去个地方吗 这是哪儿啊 进去看看 看看 这个房间还有你所有的东西 它一直都给你留着 你磨蹭了那么久 别说出国 连市区都没有出 就是等着它回来找你吧 只有它把我当人 李勋不可能离开她 你了解她 我们还有事情没做完 你要是真的放不下她 就自己过来吧 好 怎么样 搞定了 不愧是正美啊 上思想工作做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们俩主意那么正 问我干什么 拿下我们订的话 绑块石头 尘海 瞎说什么 瞎说什么 所以啊 问你怎么办 所以啊 问你怎么办 娜娜 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啊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怎么办 发生什么事了 李勋的恋爱盲盒 流水已经破千万了 现在已经有好几个 大的投资机构 开始接触他们了 而且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破千万 今次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现在是没什么 但是啊 这个市场风向非常的危险 一旦他们有钱了 我们没有产品和他们对抗 你也看到了 飞扬的网络我根本黑不进去 那你想让我干什么呀 把恋爱盲盒的游戏员代码 拿过来 怎么拿 你现在 还可以接近李勋的对吧 你今天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让我去拿代码呀 娜娜 我们现在是绑在一起的 我不是为了我一个人 我没有办法再放任他下去了 李勋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只要他有一点点机会咬死LP 他就不会放过我 只要他不放过我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娜娜 恶心 你也是恨他的对吧 你也是想看他失败 想看他向我求饶的对吧 你弄痛我 你放开我 还是你笑不得了 我没有 你 你不是一直想着李勋的吗 多好的机会啊 我送你去 我送你去 你疯了吗 高建红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了 你早就迫不及待了吧 迫不及待想要跟他谈情 想要跟他暧昧 你早就在心里面 想过无数次了吧 我 我怎么会嫁给了你啊 后悔了 当然 你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你爱的是我的钱 如果不是 我帮你爸收拾那些烂摊子 你 你怎么可能会嫁给我 我嫁给你 是因为我以为你还是六年前的 搞建我 我 那个跟我说起蓝冠网 是我这些未来 眼里会发光的人 我告诉你 我徐玉拿从来没有见过 一个女人最爱的日前 你让我做的这件事 我不可能会去做 你别逼我 我逼你 你 是李勋在逼我 是你们在逼我 我们离婚吧 好吗 你说什么 离婚 搞笑 你已经输了 好 总之 我们要在恋爱盲盒 原代码的基础上 做一个更优秀 可玩性更强的游戏 前提是要规避掉 所有可能的法律风险 以免影响公司上市 恋爱盲盒的代码非常刁钻 一旦把最关键的部分改掉 就会影响到具体功能 我们用了一个星期 试图找到可以替代的方案 都没有找到 不想 就算游戏功能上不足 也不能让飞扬公司的人 抓住起诉咱们的把柄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不用改了 这是个圈套 李勋之所以写这么刁钻的代码 就是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改 再怎么改 也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那高总 咱们的完美女友 直接用 完美女友 要用最快的时间上限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直接套用恋爱盲盒的游戏员代码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们先出去 高建虹 你是不是疯了 你之前偷代码黑代码我都忍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可我们之前顶多是八风格套用核心玩法 你再怎么样也不能直接搬用人家原代码呀 你不要命吗 网上开源的游戏代码多了去了 多了去了 你跟我哪儿多了去了 你以为是贪吃蛇喝连连看吗 我告诉你 李勋这一套东西 完全是自主编写 上哪儿多了去了 高建虹 你等公司上市以后 你怎么闹我都无所谓我都可以 但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候 你这样会把我们送到牢里去的 我既然要套用他的原代码 我就考虑过他会起诉的问题 我不怕他高 侵权官司 成本高 赔偿低 矩阵还难 小公司根本耗不过我们 相信我 不出一个礼拜 他就会撤诉的 你自己信吗 你怎么耗死他们 我告诉你 李勋的资金链 不单单是飞扬公司那么简单 不说现在蜂勇找他的投资人 就一大把 他还有个哥 还有青红乐队 资金链都不弱他 关键时候都能帮人家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 青红乐队那个叫什么 人敌 他不也是你大学同学吗 怎么人家都帮他 不帮你啊 高建宏 我从没见过李勋放弃过什么 倒是你 我很期待看到你 耗死他的那一天 那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吗 这么着急让完美女友上线 赶着去见鬼呀 方志进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敢跟我叫嚣 好 标题我都想好了 你也想好了 你为什么才能做到 我都想要做到 我还是想做到 你还想做到 我都想做到 我都想做到 你还是想做到 我都想做到 发布这条视频来控诉我 出轨朱运 你觉得朱运会怎么样 那个词叫什么来着 社会性死亡 你去告诉李勋 让他好好考虑考虑 我高建红 都要死的人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丑闻 可朱运呢 他舍得让朱运的名声扫地吗 我不怕再遇死亡扑一次 打倒我多少次 我都不再站起来了 可他不行了 我一直想征服自己的名言 我一直以为这是我想追求的 不是吗 那你想要什么 没什么事 我刚才一直冲击 毂常儿 护友 童彤 鲁决定输了 什么时候啊 刚刚的事 这么突然 条件谈好了 朱云 你要挺住啊 我发你短视频 进 高总 宣传部 公关部 还有市场部的主管 都提出离职了 同一点提离职 不就是为了打我的脸吗 没事 随他们去 东亮 开发部要管好 几个骨干不能丢 你也要走 高总 我从一毕业就跟着您了 以前您抄袭打压那些小公司 我都告诉自己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硕肉强势 没有什么不对的 但现在我觉得 您太极端了 说得真好听啊 什么叫现在你觉得 不就是公司被告了吗 你们害怕了 想跑了 真要是这么有道德的话 公司赚钱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走 不就是看公司上不了 是没力可图了吗 现在一个个良心发现啊 走 都走 所有人都走 我不需要你 李循可以单枪匹马地上山 我高建宏也可以 他还是不愿意来见我 你先别多想 把手术做了 其他的事情痊愈了再说 就算我死了 就算我死了 他还是不愿意来见我 对吗 老公 你怎么了 我去教医生 他 是我告诉方志进的 那个时候 我的未来就摆在眼前了 我终于不用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只是他偏要去招惹方志进 他偏要去 我求过你了 我都已经求过你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第一次同啊 你明明知道 他是为了你才去的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可那天方志进来找我 我太生气了 我恨他 恨他只想毁掉他 我 我就告诉方志进 李勋的姐姐住在国江饭店 李勋说会盯着你 他就一定会盯着你 不需要我费心 要不是因为李勋的姐姐来了 你以为他会放过你 等李勋的姐姐走了 他有一万种方法 让你不好过 我只是想教训一下李勋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我也没想到李兰会死 我害怕事情白露 我害怕李勋从方志进那里知道 是我说的 我就只能让他更恨方志进 我害怕 你懂吗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很害怕 这件事情 我一直想忘 但咱也都忘不掉 我还梦到 我们三个 站在山顶上 一起 聊着蓝冠应器 梦到我们三个 在基地三伙饭的那天 站在天台上 聊着各自的梦想和未来 我们三伙饭 永远给你留一个合伙人的位置 我们三伙饭 永远有你的一份 永远的三人组 我们三伙饭 我们三伙饭 我们三伙巢 你不能在哪里 你要是那我 只能在哪里 你能在哪里 你不爱你 你那你不爱你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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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